在現場 我現在看到她加分姐 覺得很年輕 多忙 或許是看到偶像太興奮 崔麗欣不小心稱市長夫人加分姐 馬上改口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或許是真的太緊張 介紹來賓時還露了她 我們要介紹我們在地的 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的代表梁國新娘副長 介紹品品口誤 不小心把高雄講成台北 韓國瑜一臉尷尬在旁提醒 台北市儀會的謝榮穎 高雄市儀會 沒問題 我真的太緊張了 脫個眼神 除了自己是個韓粉 崔麗欣還自曝 李嘉芬差點變成她的女兒 大家應該知道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那我先生姓李 那我們的排輩分呢 第二字是加 所以呢曾經考慮過 我的兒子叫李嘉成 我的女兒叫李嘉芬 記者會中崔麗欣特別介紹 高雄在地的烏魚子 大戰烏魚子象徵著高雄的歡喜文化 早年因為烏魚子而致富 因為烏魚子而娶到老婆 好 那有些人呢 冬天冷冷的一碗烏魚子泥粉 就會覺得 癢癢的很幸福 崔麗欣是台灣演藝圈第一代 校園美女 後期轉往新加坡 成為當地著名主持人 行銷高雄廟語如珠 麥菜狼與校園美女合體 一同拼經濟 拼光光 帶動整個高雄 記者綜合報導 斯品词 寺 楊